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广州探望狱中的父亲 没想到他在杭州准备转机到广州时 却在机场被拘捕 折腾了十个小时 最终只能买机票飞往韩国亲戚家 王天安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当局没有给他们任何理由 只是告诉他们 他们是遵循中国国安部部长的命令 他说 这比不给他签证还要痛苦 让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更伤害了他的父亲 他说 父亲已经知道他会探望 也非常的期待十年之后的再一次团聚 如今令他身心俱疲 而王炳章的妹妹王宇华则表示 中国政府是故意的 明明发签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王天安是要去看望他父亲 等到他人到了 却又拒绝他入境 王永华表示 2012年也是如此 到了海关不让进 也被拦了下来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时报